当日本的顶级牛郎决定拿下豪门千金有几成胜算 李志是购物机厅的王牌牛郎 走到哪里都是妥妥的顶流存在 追求他的客人更是从日本排到了法国 能取得如此战绩除了每日辛苦劳作外 还要归功于他的三项绝技 首先善于编造自己的身世 从而激起客人的保护欲 接着逢场作戏但从不入戏太深 最后嘴里满是爱意 心里全是生意 给 拿去吧 你不是说要开店吗 这是姐赏你的 谁让姐姐我最喜欢工作中闪闪发光的你呢 这不好吧姐我得写张借句 不能让这钱玷污了我们纯洁的爱情啊 说着用刀划伤自己的手指 在欠条下摁下了手印 一番常规操作就让客人彻底沦陷 当即就要加个钟 可当天下午就出事了 朋友告诉他 刚才那位大姐因为职务侵占罪被逮捕了 紧接着警察也以教唆贪污的名义将她带走 就连朋友也在追警车时发生了意外 原地升天 好在刑期不长 半年后李志出狱了 他的小弟准时来接他 并准备和他一起在牛郎界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可先前案子的赔偿金也算到了自己的头上 债主们还请来了道哥找他催债 连本带利7亿日元 限期两个月缓情 不是吧道哥 我跟这些人没关系的 你以前也要求过我三天之内收回一个亿的呀 我想你也明白 有我和黑皮 可天无绝人之路 在整理朋友的遗物时发现他竟是最近去世的英式集团社长之子 这位朋友和自己同名 理想是成为和自己一样优秀的牛郎 自小父母离异 母亲去世后就和家里失去了联系 向妹妹寄了许多信也得不到回复 现在十亿遗产只有妹妹集成 恰好英式集团的律师也找了过来 就把拿着朋友遗物的男主认成了集团的少爷 好家伙 遇到如此专业对口的好事岂能放过 只要搞定他妹妹 十亿遗产就能顺利到手 两人就这样大摇大摆来到了朋友的家 当即就开始了无剧本表演 理智先是把八音和这一重要的信物不经意放在桌上 开始先发制人 我告诉你 我并不是作为这家的儿子来的 我只想告诉他 他知道我妈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去世的吗 他知道我妈有多痛苦吗 看着几个人都羞愧的低下了头 理智直接切入正体 我妹妹呢 我一直挂念的也只有她了 可见到妹妹后才发现 这位妹妹似乎并不好搞定 他拿出朋友留下的八音和 谨慎地进行试探 然而这却触碰到了妹妹脆弱的神经 原来妹妹的眼睛看不见 幸亏这位妹妹是后天失明 要不然岂不直接演 既然如此就好办了 鸭子对不起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你一定还记得这个吧 当八音和的音乐响起 儿时的记忆碎片从鸭子脑海中闪过 理智眉头紧锁 直到鸭子流出了眼泪 鸭子 我一直都在想 什么时候能再和你一起听这个呀 从今天起 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了 接着鸭子说出了那句 让理智再熟悉不过的话 回到家 细经上身的理智 立刻责问起众人 说说吧 我妹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鸭子在15岁时得了重病 视力也越来越差 已故社长的秘书说 社长很忙 这些年都是由我来照顾的 责任都在我 那我爸呢 我爸都做了些什么 一旁的男人赶紧解释 作为您父亲公司的高管 我最知道 社长是非常疼爱鸭子的 只是因为工作实在太忙 那为什么我妹妹的表情那么悲伤 为什么她那么渴望爱又不懂爱 此时的鸭子却推门而入 渴望爱 别自以为是了 你怎么可能了解我 你一直都没管过我 事到如今还摆住一副哥哥的架子 没管你 我不是给你写信了吗 信 什么信 听到这里 秘书慌了 原来这些年 哥哥寄给鸭子的信 都被他藏了起来 看着这位秘书眼神多闪 理智更有信心了 不是吧 我寄了好多信 但从未收到过回信 所以我不好意思再回到这里 不行 搞定这个女人太费时间了 你能不能帮我找个地方 比如长长的楼梯 悬崖峭壁 掉下去会死人的那种 小弟心灵神会 第二天 理智脱开花店的朋友送来鲜花 拉着鸭子在后院种了起来 满脸不悦的鸭子 逐渐被愉快的氛围所感染 慢慢的也参与了进来 看时机成熟 理智再次小心翼翼的 编造着和鸭子儿时的回忆 试图将某种模糊的奇异 植入到鸭子的脑海 眼看渐入佳境 鸭子却又一次崩溃了 我们四人生活在一起的记忆 我失明以后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不管是充满回忆的八音盒 还是这花坛 就算你们骗我 我也不知道 看不见的东西我是不会信的 此时的理智却异常坚定 我带你去看看得见的东西 就这样 为了看到可以相信的东西 常年足不出户的妹妹 跟着哥哥穿过大街小巷 来到了一处海边 这里闻得到味道 听得到声音 脚下有沙子的触感 这是能用全身去感受的地方 看不见 只要相信自己的感受就好了 鸭子过来吧 哥哥在这里等着你 鸭子又上钩了 他拿着拐杖 小心翼翼地朝大海走去 眼看就要成功 鸭子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 感受 我感受到了 我感受到了从前五彩斑斓的一切 可现在的我感受到海风好年 像是充满讽刺 我在逐渐失明的时候 拼命地想记住一切 可越是想记住 他们消失时就越痛苦 如果是这样 倒不如生下来就看不见 回去的路上 李智在站台上万分纠结 错过了这次 恐怕今后不会再有机会了 跟他一样焦急的 还有倒戈 眼看电车已经来了 是时候做出决断了 思索良久 李智决定下手 他赶紧 他贵在最后台 我失败了 不是 他们 写一次 在入咖啡 雅 在 我 ひ 是 震 我们 死 第二天 亚子照常来为花坛浇水 但发现先前一起种植的花却被毁掉了 尽管理智的朋友及时赶到 但亚子依然坚持自己修复这些花坛 这天 理智邀请亚子晚上去庙会游玩 并特意用盲文打了一封信给亚子 起初亚子是拒绝晚上出去的 但读了哥哥的信 亚子终于打开了心结 庙会上 亚子准时出现 可爱 可爱 可亚子的第一句话却是问他 你信上说的都是真的吗 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 这才放心地挽起了哥哥的手 接下来 亚子度过了可能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光 他和哥哥一起玩着各种游戏 尽管一次次失败 但亚子还是在努力感受着真实的一切 直到哥哥再一次将他抛弃 没有了哥哥 嘈杂了人群中 亚子绝望又无助 理智在旁边冷冷地看着 原来从花坛被毁到庙会玩消失 一切都是哥哥的计划 让他那么开心 不过是想要他更难受 这样他就能自己去寻死了 可就在此时 绝望中的亚子摸出了哥哥的信 紧紧攥在手里 因为哥哥在信中说过 无论自己在哪里 哥哥永远会找到自己 渐渐的 亚子不再恐惧 脸上也渐露笑容 他无比坚信 哥哥一定会回来的 这一切都被理智看在眼里 他先是为自己默哀一秒钟 举手就叫住了亚子 我这个哥哥真没用 好好的节日被我搞砸了 没关系 因为你没有骗我 你在信里写的都是真的 这就够了 哥哥现在什么样的表情呢 此时的亚子却突感头痛 两人只能提前回家 第二天 亚子破天荒的约闺蜜一起逛街 理智两人一路尾随 希望可以找到下手的机会 可两人形影不离 又不能把他们两个一起推下去 看来只有等他一个人出来时才可以了 这边亚子一行来到了首饰店 这款看上去很适合武士兰先生 这个好像是你哥哥的风格 正与结账 听到周围人的冷言冷语 亚子连忙跑开 休息期间 这位好闺蜜却借故离开 因为闺蜜此行的目的 正是为武士兰先生创造机会 尽管武士兰滔滔不绝地表达着爱意 但亚子却执意要走 直到武士兰说 我大概是在嫉妒你哥哥 那个想让你自由飞翔的哥哥 我也好想成为那个保护你的人 这边小弟替李智担心到 如果亚子和武士兰结婚了 这里的十亿遗产岂不就要没了 李智却丝毫不慌 没关系的 有我们在 亚子很快就会没的 人都没了还结什么婚 终于等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李智接到小弟的电话 亚子竟然瞒着阿姨一个人出来了 以前亚子从不一个人出门 是因为他不会相信任何一个人 更不可能向陌生人求助 而此时的亚子却大不一样 不仅不拒绝陌生人的帮助 还会主动寻求他人的帮助 看着亚子走进首饰店 小弟说道 果然是要给武士兰回礼 看吧 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我们男公关 做的事情都是一样 他哥哥的生日这么重要的信息 我们竟然漏掉了 真实不应该 小弟还在懊恼 而此时的李智却莫名有种愤怒 就因为是家人 就相信什么无偿的爱 两人正宇离开 亚子却出事了 这家居都怪不得了 打到一百米 咯咯咯咯咯咯咯 可医生却说 令妹不知能否挺过半年 病床前 亚子醒来的第一件事是问哥哥几点了 在得到12点15分的回答后 痛苦万分的李智召集起所有人 开始认真了解亚子的病因 虽然大家都说这是社长为亚子找到了最好的医生 但李智还是决心带亚子再做一次检查 前提是要自己指定的医院 因为种种迹象使他察觉到这里的人都不对劲 就连亚子也感觉到自己每次出事 似乎闺蜜就越开心 而事实上正是如此 闺蜜因为小时候受亚子欺负 一直怀恨在心 伍士兰其实另有新婚 与亚子结婚只不过是想要顺利接管公司 而秘书阿姨则与已故社长有着另一种关系 还没等正式上位 社长却撒手人寰 留下了和自己非亲非故的女儿 病房里亚子问哥哥 是救病复发了吗 如果大家都打算对我说谎的话 我也会好好配合你们演戏的 回到家 亚子却再也绷不住了 因为从庙会那晚回来 和哥哥一起捞着弹力球就找不到了 我找遍了所有角落 总感觉是谁故意在欺负自己似的 这天晚上 秘书阿姨率先发难 你说到那家医院我们都调查过了 连脑外科都没有 怎么给亚子治病 还有那个野医生 根本就是不入流的医生 你是想杀了亚子吗 我可是一直抚养亚子到现在 把他当成女儿一样 原来 敏锐的亚子一直知道信件的事 多年来无助的他 只能将一切忍耐 第二天 律师和武士兰也参与进讨伐大军 你说的那位医生 虽然在美国进修过 但回国后依然把患者当试验品 现在还有五件官司在身 就这样 亚子以结婚为代价 换取了治疗的自由 得到应允的武士郎春风得意 但亚子却说 自己只是想在有生之年 让哥哥看到自己穿婚纱的样子 武士兰恼羞成怒 当即就要应来 好在李治的小弟及时发现不对 冲上前来解了围 李治这边 如果没有介绍人 这位须之内医生 是不会给人看病的 是比如道哥之类的介绍人吗 无奈李治只能找到道哥帮忙 什么 为了救亚子 然后呢 打算自己替他去死吗 杀了我不就好了吗 我可不是为了杀你才接的这个活呀 我只需要从你这里 收回七个亿就可以了 你可能觉得不要命也无所谓 你可不能让我替你收拾烂摊子 只顾自己省心呀 虽然还是没有得到介绍信 但李治依然带着妹妹 来到了须之内医生的医院 在看了病例后 医生断定病例造了假 李治让妹妹在这里再做一次检查 并告诉妹妹自己去去就来 他找到原来的医生 并在他这里得到了真相 原来 秘书和武士兰在多年前就买通了一生 一直在拖延亚子的病情 检查结束 小弟准时将亚子接走 并准备将一切真相展示给亚子 家里 秘书预感到事情败露 随即拿出仿冒亚子签字的结婚登记表 而这一切却被李治抓个正着 这边 小弟也带着亚子回到了家 在门外 亚子终于明白了一切 可此时的真假对于亚子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他留下众人 唯独把律师叫了进去 第二天 亚子准备了最后的早餐和大家告别 他让律师将准备好的信封给大家 给闺蜜和阿姨的是各自一亿元的支票 给哥哥的也是一亿元 作为取消婚约的补偿 给武士兰的是公司的特许经营权 就这样 众人九足饭饱后各自离开 三人组忙活了一圈 只收获了一亿元 但也不能奢求更多了 剩下的钱还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行啊 从此 李治重出江湖这件事迅速在圈内传开 在客人眼里 这位传奇牛郎还有一个新的人设 一个为妹妹治病而拼命工作的好哥哥 在送走了一位大客户后 道哥对李治的操作拍手叫绝 好消息是 如果手术成功 鸭子有希望复明哦 可李治这边却没有那么轻松 眼看最后的缓款期限将至 自己还差最后的一亿元没能凑齐 走投无路的李治 决定来到地下钱庄放手一搏 可就在这时 鸭子的病情迅速恶化 手术被迫马上开始 打电梯最后的缓闹 依然不信任 打电梯最后的缓决 打电梯最后的功夫 货场里面 感危